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堂兄之所以 正是蔡元培 我之心志 好的 我这就去恢复莲湖 尽快到北大走马上任 叶明兄且慢 这任要上 这蒲也得摆 水不到渠难成 要想在北大这块是非之地 干出一番事业 非得动一番心机不可呀 请波堂兄叫我 我知道你在歌星教育上 有一套成熟的想法 但是要想实现你的志向 必须要林元宏 满足你开出的条件 经费充足 人才积极 全力下放 如果没有这三条 你的图纸就是设计的再好 也应了老北京的一句话 下当功夫 有波堂兄给原培我运筹 北大校长我当定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后生可畏 后生可畏啊 这胡适之 一下发了八颗炮弹 苛刻命中旧文学的命门啊 白沙赶紧赶牌 一九一七年一月一日 正式刊出 新青年要给中国献上一份 新年大礼 钟胡你先别急别急啊 咱不是说好了吗 第一期要发表胡适的八篇白话诗 你不能弄成他专刊吧 而且他现在没名 全中国没什么人知道他 这万一要是不买账 咱可赔不起 白话诗往后放 还是这篇文学改良厨艺有影响 怎么变成改良了 不是革命吗 这一下分量可差了好多啊 这小子是不是怕了 青年人有顾虑可以理解 改良就改良吧 这一篇我给他写一篇编者案 下一篇我来写文学革命论 对 新文化运动扛大旗的 还得是你陈重甫这样的名流 是值得厚生 打个冲锋就行了 孟总 这新青年越来越有影响力 这发行得跟得上啊 特别是学校和一些大城市 那要成为我们主要的阵地 我正要跟你商量一下 招股的事呢 这北京啊好多文化商人 非常看好新青年 也非常看好你陈独秀 都想啊积极地投股 最近我们得去到北京 好啊我正想去看看呢 新文化运动北京要是不动 叫什么运动啊 新青年要是北京没人捧场 那算什么影响力啊 我看这事不能拖 下周啊下周我们就动身 下周啊下周 好好好 好 新青年 新青年 看刚出版的新青年 新青年 新青年 看刚刚出版的新青年 新青年 看刚出版的新青年了 新青年 看刚出版的新青年 刚出版的新青年 新青年 你先回去吧 可不可以 我都不知道 我倒了 什么意思啊 你说说 两块八毛六 雅质我没腻晾肝了 这个不用 你还不要 那这样行不行 算我买你十三本杂志 买行啊 小脸 给姐姐包上十三本杂志 这就对了嘛 其实啊那天我在家跟我爸大吵了一架 我早上起来啊 嫁了一个人都没有了 没人叫我上学我就迟到了 所以我那天啊心情特别不好 太多自然就不好了 所以一气之下把你们都轰出去了 你们别往心里 我们做错在先不知道学校的规矩 还换了你一桶水 我们俩给你道个歉 你别往心里去啊 你别往心里去 那我们都别往心里去 我们扯平了 扯平了 那您的意思是让我和柳梅一起去美国 对啊 还有你弟弟 如果你同意的话 我就请吴志辉先生到教育部 为你们申请名额 但是我们不能接受别人的资助 这个你误会了 我不是要资助你 我是要你给我帮一个忙 柳梅是我唯一的女儿 她现在年纪还小 独立生活的能力很差 如果她一个人漂洋过海去读书 我心里不放心啊 可是你们如果跟她一起去的话 互相之间会有一个照顾 这不就放心了呀 而且就目前形势来看 去美国留学是最佳的选择 这个对你们 我觉得应该是件好事吧 不如 我有我自己的原则 您的这个好意我们不能接受 先告诉我 严年 严年啊 你不要这么匆忙的就答复了 你要好好想一想 但是你记住 我给你们铺的这条路 一定是宽广的 一定是平淡的 一定是充满阳光的 叔叔 我现在就可以回复您了 我们自己的路 自己走 杰面兄 快请 想死我了 靳生啊 我亏得有你这个朋友想着我 要不然呢 我还回不了北京 杰面兄 为了迎接你 我特意准备了上好的女儿红 晚上咱们就一醉方休 靳生 我们还是先谈正事吧 别待会儿喝醉了 耽误正事 行 那就先一正事 杰面兄 黎元红决心已下 请你入主北大 月薪六百大洋 你看 何时上任哪 据我所知呢 这京城学界 叛杰面兄贵来的热情 空前高涨啊 您可别辜负了 靳生兄的这番好心哪 昨天有人在北大摆工厂 放鞭炮 说是欢迎蔡校长 实话实说啊 来之前我也权衡再三 也听取了多方的意见 今天能到北京来 心计不变自眠了 这些客套话 我也不用多说了 就是 靳生啊 如果黎大总统 准了我的约法三章 那北京大学的校长 我就去当了 老兄请讲 拿约法三章 这是我的全部的设想 请您过目 靳明兄啊 这 你这口子有点开得太大了 怎么了 靳生 这就把你吓坏了 这还只是我 对学校的初步设想 学校的第二套规划方案 等等等等 靳明兄啊 就这一条招揽人才 你要从国内外 自主聘请百名教授 文科学长 月薪三百大洋 其他教授一百二到两百八不等 这一年下来光人头费得多少钱 相当于现在北大的几十倍啊 你这不是要挖李大总统的肉吗 先生啊 国家要现在必须教育为主 经费保障这是先决条件 你总不会万里迢迢把我召回国来 到北大去当个维持会长 这难道是李大总统的原因吗 这么大的国家 不差北大这几块大洋吧 帅总统 您就好好地和李大总统说说呗 行 那我就去找李元洪 好 晋升 拜托了 中国啊 你还是听我的 给你开一间套房 你跟人谈事不能太寒酸 不用白谱 就单家就行 还谈投资的都是文化人 不看着你能赏就赏点 二位小心啊 在这儿呢 不行 这天资脚下的人啊 都是讲究排场的 我可不能让你这个 民贯中华的陈独秀丢了面子 伙将 给我们开一间套房 不用不用 听我的 就两个单筋 讲什么排场啊 他要嫌我穷 我还不让他入股呢 孟周兄 这柱不用讲究 吃一定要吃好 伙将 您说 这附近有什么好的 涮羊肉的馆子吗 你向我们引荐一下 有啊 这出了门就是 不过这时候 都是力巴车夫的专场 您二位一看就是体面人 这样 您多走几步 北面不远啊 就是东来顺 行 那咱就东来顺吧 不用不用 就门口挺好 跟车夫一块儿顺 行 里边请 来来来 退长 退长 来来 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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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来 来来来去 你过 放在这儿 就这儿挺好的 锅热闹 来来来来 还有位置吗 有有有 过来 过来 您对不住 就是一个火锅了 您看能不能跟这儿 大哥一起合在用 合着怎么用 你瞧着 你干 这一碟一加 鸡血不放合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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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汤还是一锅汤 没错 就这锅汤 来吧来吧 坐坐坐 两盘羊肉一盘毛肚 大白菜冻豆腐粉丝糖蒜全上 你也瞧好吧 这多热闹啊这 来来来来 井水不放合水 还是一锅汤 就是嘛 先生 你们调料来了 来 谢谢啊 这老北京涮肉啊 这调料最是讲究 芝麻酱 酱豆腐 酒菜花 必不可少的 还有葱花香菜和辣椒油 你得把它拌开 这蒜也有讲究 毛肚不能离开筷子 就七八下就够了 七七 你这个 你那个要不就老了 吃不动了 这肉也是几片几片下 汤清 我拉会儿去了啊 吃啊 你这个要不然用啊 我拉会儿去了啊 几 unstable 咱们 Gib simplemente 这因为还有还有还有?", 还没有一个 有 permetion 赶紧走 再划一个 哈 你这人家 这才是老北京的释法 你刚才说那些方法 都是被你们这些酸文人给改了样 的 谁改的 还真是长了见识 太好喝了啊 来 行 老板 有意思 可以了啊 好喝吧 来 来 小二 小二 好 两位 两位 好 里面行 来来来 这边这边 他们还没吃 好好好 这边啊 好嘞 姓冬 众府先生 先生好 先生好 这么巧啊 你们怎么在北京呢 上海一别之后 我们俩就来北京求学了 快坐下坐下 这不 刚刚考上北京大学 但是现在北大不收女学生 所以白兰在东郊民巷当家教 同时补习法语 以后准备去法国亲公遣学 今天啊 他刚领了薪水 我们俩就来这儿打打牙计 没想到碰见先生您了 真多巧的 你现在在北大呀 我真想有机会去北大看看呢 等有时间你带我去转转 好好好 先生 您不知道 您是我们现在北大的名人啊 您办的那个新青年 很多老师跟学生都在读 我太佩服您了 来 伙计 来 把我们这隔板撤了吧 我们是一拨的 好 好 好 再上两盘羊肉 尝 尝 尝 一看就是一家人的啊 帅着 帅着 一块去了 来 慢着 慢着 慢着吃啊 好 好 好 来吧 来 吃 一块儿 从今日起 您就是北大校长了 采公 北大校长重任在监 拜托了 一块儿 尝尝 得来不易 我定当倍加珍惜 感谢诸位定力相助 原配一定不如使命 采公 你打算何时上任 又从何入手呢 何时上任的时间有拟定 从何入手 我想第一个要做的就是网络人才 首先是文科人才 我想找一位能够竖得起格星大旗的 文科学长 诸位替我想一想 谁能担此重任 这个文科学长 既要能与你蔡元培志同道合 还要德高望重 既要有学术影响 还要能够冲锋陷阵 这个人不好找啊 我倒是想起一个人 陈仲甫 陈独秀 这可是引领当今中国潮流的人物啊 他定能担此重任 我也想到陈独秀 你们和陈独秀熟悉吗 只是认识而已 不过他创办的新青年 我倒是起起在读 是啊 他新青年我也是看的 忠福兄和我是老交亲了 听钱全同说 陈独秀来北京了 约他见面 向他约港呢 他住呢 知道吗 我去问问 好 拜托 忠福 听我说忠福 这一下子就赶来十万的古今 忠福 太好了 十几万的古今了 这回行了 这回我们就可以大干一场了 看来我们新青年在北京很有影响力 大当然 市场潜力巨大 那没错啊 我现在相信你去年说了那句话 哪句话 你说给你十年时间 你将国人的思想都会一起改变 现在看来用不上十年 不行 我们那百桌酒席来敬合一下 好 我去把金刚来来都叫来啊 快去 好 好 好 就下一粒子发了一颗鸭 莫甘子莫叶开的什么花 接的什么子 我什么 我 我先去就这么 verse 坐 晴明兄 你 молод tweets 你 splic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记得我童谣年长你几岁啊 我数兔 光绪 吉某年生 我们一个属相 我是童志丁某年生 你看 我是记得我要大你一轮呢 你还记得十二年前我们在上海 一起参加暗杀团 试制炸弹的事情 怎么会不记得啊 炸弹没制成 险些送了命 我到现在还经常梦见 是是是是 当时啊 要没你那么一推啊 我今日岂能在你面前坐着 早就完蛋了 郑副兄啊 你是我的救命恩人 我得好好谢谢你 哪里哪里 现场严重了 十二年前 我也就是你现在这个岁数 那个时候啊 无事不敢做 无话不敢讲 人呢 也血腥得很 可是现在老了 那棱角没了 冲进啊 也不如昔日 你不错啊 现如今你陈独秀在中国 竖起了科学民主这两面大旗 给这个国家带来了什么 一股清新的空气 你的新青年我是七七度月的 没看必有殊女 先生 若那为新青年词稿 我叮当感激不尽 这是分内的事 我理当效力 我今天来呢 是想请你帮忙啊 先生 请讲 我呢 于昨日啊 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 你看看 伟人状 龚和先生 我想请你到北大 担任文科学长 祝我一笔之力 祝北大一笔之力 望重副兄 切莫推辞 多谢杰棉雄提携 只是这事出突然 我毫无思想准备啊 正副啊 这文科学长相当于北大的副校长 统领文学和社会科学各个门队 你现在 不是正式提倡和号张民主科学吗 我在想 这是你最好的舞台呀 正是因为责任重大了 所以我才不敢贸然灵命呢 我毕竟没有正经读过大学 也没有过教书育人的经历 这滥鱼充数 岂不无人子力 若真是耽误了 老兄你的宏伟大业 那醉莫大焉了 你呀 你先不要急于推辞 这个事情也确实来得突然 你可以和家人朋友啊 从容商量再做决断 我呢 的确是求贤心切啊 我是一心一意请你 在背大我们一起共识 为中国 为中国的教育做点事 蔡公如此抬举小弟 我知道 那种诺责任 我都不想要 我都不想要 我的看来 它屏老子 这是 就外面 这边 我一定会用 我的语物 甚至 我都不想要 好 我认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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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啊 我可是新青年的忠实读者 也是你陈仲虎的铁杆支持者 哎呀 何浅 你过谦了啊 怎么样 今日 我觉得这雪中淘然亭相见 不觉得奇怪吧 雪中游淘然 要的就是一个牙子 怎么会怪呢 那不觉得冷吗 与仲虎兄相见 如沐春风 喊你全虎 果然是同道中人 同道中人还有一位 我给你介绍 这位刘半农 文学班一家 也是上海著名的鸳鸯蝴蝶拜报人 哎呦 半农 我看过你翻译的很多欧洲小说 受益的很多 与先生相比 半农不过就是泰山上的一仆图 这待在北京的人怎么都这么谦虚啊 众虎兄 咱们平常说话 好 好 这陶然亭啊 要说最有名的 当属江岛专营的陶然亭 据说他经常请这些文人默客 同聊好友来此 饮宴不施 果然是同尘中的清净世界呀 可惜今日无酒啊 众虎兄前来 岂能无酒 来人 上酒 好 来 来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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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酒可是花雕 没错 那老家的花雕 烫好了因为棉被包裹着 黄包车送来 哎呦 这钱 半冬 你们可真用心感动 感动 更带菊黄加运食 共军一醉亦逃染 好 今日有你 有雪 有花雕 有琴 有湿 有红梅 高山流水蜜之音 果然压制 来 来 来 咱先干一杯 呗 怎么样 暖 来 班总 你不是在上海吗 怎么也到北京了 是赶时髈吗 北大搞改革 我是想过来应聘教书 这北京对文化人 就这么有吸引力吗 说了也怪啊 眼下这些文人骚客们 来了就不走 那是趋之若鹜啊 无论在这里 活得多平均 为什么 阳春白雪 驾驾八人 鱼龙混搭 包罗万象 机遇风险 并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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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钟副兄 这新青年就像今天 这冬日里的一把火 点燃了振兴中华的希望之光 我们都是这把火炬的追随者 独秀此次来京 就是要拜夜各位 相助新青年 把这把火烧得更旺行 走 我旁贷 来 来 这次之后修有没有考虑过 把新青年搬到北京来 北京 新青年在北京能立足吗 当然 旗质是立足 立足北京 放眼全国 发扬光大 来 咱们今天 不醉不归 好 来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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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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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人汪梦宗 汪梦宗 我知道安徽极其的秀才 雅栋梁图书馆的经理 你那个书馆搞得很好 您给我讲 杨栋梁 忠福 杨栋梁 忠福 杨栋梁 忠福 您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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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坐 我给您封茶 您先坐 您先聊 我去办点事 蔡总长 幸会啊 幸会 先生 您用茶 不用 我吃花生 猫妹来访啊 打扰你休息了 哪里哪里 我就是想告诉你 我和范元怜教育总长 以及北大的同仁 商议之后认为 你可以把新青年 带到北大来办 与此同时 新青年还可以在北大 实行教授同仁编辑 这样一来 新青年就可以把北大 当作宣传赛先生 德先生绝佳的讲台呀 以此来提倡和推广 兴无完 只是 这新青年进京一事 是 事关重大 设计到风风面面 所以我不敢贸然答应 要不然 我给您推荐一位 文科学长吧 肯定比我出色 但是这个文科学长 岂能是他人所承担得了的 非你莫属啊 祝福 祝福 请进 祝福 易涵 先生好 先生 来来 新刚 你都来了 来 快 来见过蔡杰明先生 蔡公 久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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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杰明先生好 大家好 大家好 这什么风把你吹来了 仲副兄 你能到北京来 真是太好了 听闻你已经到了北京 张世昭先生 专门给我发了电报 让我 一定要来请您 到我们贾寅日刊 编辑部去看一看 急于指导 他不请我 我也得自己去 贾寅是我的老东娘 首长怎么没来啊 首长是因为 家里面临时来了客人 他等一会儿会 直接赶到编辑部去的 好啊 那咱们现在就过去吧 杰明兄 那 您是要不 您跟我们一块儿过去 不了 你忙 我 下次再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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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先生 真是幸会 您 头oly 老师 钟夫兄 来北大医生 还轻轻一年 再仔细思量思量 我可是二无毛茹 这华盛很好吃 您慢走 先生 我 先生慢走 先生 我慢走 先生 嬉 ainsi 来 请进 请进 郑普兄 欢迎您参观 假音日刊编辑部 这是邢严先生的大手笔